例如16.1 它叫做 solve each of the foreign inequality represent the solution on number line 即是要滑图 滑图其实在第16课是很重要的 你只要滑图 你就可以拿到答案 你记住 我是滑图拿答案 就算题目没有这句 你自己也要滑图 不滑图 我就拿不到答案 我教你方法是要滑图拿答案 3x-5x-7 好了 决定了 决定什么呢 我做的方法就是 尽量不移动 不等式符号 尽量不用移动 看看如何移动会更好 目标只有一个 我希望x的位置可以移到正 前面的coefficient是正的 所以如果我要正的位置 正常地就应该把右手边的x移动 所以有3x-x 大 -5x-7-5 2x-12 所以x就大于6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画出来 然后决定6 然后上面 然后画一棵树 这是空心的 因为是大 如果实心的话 就说大于等于 已经拥有双方向 只要你全是正數就可以了 萬一有寶錄的那怎麼辦呢 每次有寶錄的寶錄話會把寶錄的做法 總之我要求的寶錄是乾淨淨的 這是正數 換成為了 skal參成 3 T-4 大一個等於 7T 於是 3T-12 現在目標就是 希望最尾移項會在前面正數 所以會移除左邊的 3T ives 右側 然後就變成4T,這個負12,寫多一點點,不怕浸氣,隨意正4,變成負3 接著你就看到,這樣,即是移到漂亮一點點,就是T小,等於負3 好嗎?按住那個位置在T,移到T一定要左邊 你可以留意一件事,這個也挺重要的,就是 但是,我的不等式方向,我教你的方法是不會動的 直到最後,為了寫漂亮的答案,我才會動的 好,接著到最後,畫圖,畫圖這個很重要的 這裡就是負3,箭嘴方向向左手邊 首先是實心,因為它有等於,然後向左手邊,然後掃 好,記得,方向是跟著的,這邊跟這個方向是一致的 OK